全球大視野中天的優質國際新聞 我們開會人囉 歡迎大家加會員成為 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支持應援123訂閱按讚加會員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中國市場的影響力 遠遠超乎很多品牌的想像 超乎了Nike 超乎了Adidas 超乎了H&M的想像 還記得嗎 當年跟著H&M在炒作 新疆棉花人權議題的那些品牌嗎 那些品牌現在都怎麼了呢 2021年的3月份 瑞典品牌H&M針對新疆棉花的聲明 在中國受到了強烈的抨擊 Zara Nike Adidas一系列的國境產品 捲入了這個爭端當中 結果掀起了一股消費者的抵制運動 甚至有數十名中港台藝人就宣布了 他們就不跟這些品牌來合作了 當時吵得很兇 那中華地區的市場 大中華地區的確也曾經 讓Nike Adidas賺了很多錢 但是現在的景況開始在改變了 中國的一些品牌開始出頭了 李寧安踏 中國大陸的國產運動品牌 我們來看一下2021年的財報 出現了四到六成的巨幅成長 相對的 Nike跟Adidas的品牌呢 是從2020年第二季 開始出現負成長 導致他們年營收的增幅降低到只有3%或者是更低 那中國顧客怎麼說呢 他覺得現在的大陸國產品牌 不論從設計外觀質量價格跟國際的一些品牌的差距再縮小 再來就是性價比CP值比一線大牌還要高 大陸的國產運動品牌呢 最近也陸續公佈了2021年的這個財報的數字 排名第一的就是安踏 2020年的總營收是493億人民幣 比2019增加了38.9% 排名第二是李寧 2020年的營收呢 首度的超過破200億人民幣 是225億元 比2019又增長了56% 其他的大陸品牌 像是特步還有361度 2020年的總營收分別是100億跟60億人民幣上下 我們看到了大陸品牌正在起飛 那麼相較於這個大陸品牌的亮眼呢 來看一下國際這些品牌 在大東華區的銷售呢 差強人意 是IDITAS的財報顯示 2021年的中國大陸市場 全年的營收還是有賺 當然會賺343億 但是呢 成長率只有3% 表示呢 買的人越來越少了 成長的幅度越來越低了 越來越緩慢了 至於Nike呢 雖然說也是賺了510億 台式中國大陸的銷售冠軍 但是這個數字呢 Nike的老闆看了也是會心驚 因為呢比去年少了十幾億 值得關注的是這國際品牌的銷售下跌 是從去年的2021年的第二季開始 那麼Adidas的首席執行官 就是照片當中的羅斯德 他也坦誠 Adidas在中國犯了錯誤 他們在理解消費者方面做得不夠好 但也不知道 Adidas是哪裡來的自信啦 他說呢 他不相信中國這個巨大的國家 會長期的遠離西方品牌 否則世界上所有的品牌都會有麻煩 他認為中國會回來的 而且呢 還有很大的增長餘地 但真的是這樣嗎 好 雖然說他沒有殖民道姓什麼品牌了 但是呢 觀眾朋友我們來做個互動 你覺得Adidas還可以在中國的市場 重返霸主的寶座嗎 你覺得會的加一 不會的加二 聊天室留言 讓我知道你的想法 那從數字來看 2022年的第二季度呢 Adidas在中國的銷售啊 下跌了35% 這個是世界第二大運動品牌的製造商 還因此呢 下調了他們 在今年的預期目標 那麼Adidas在歐美市場 其實呢 是復甦的喔 北美市場呢 成長了36.5% 但是呢 在大中華區的營收 卻是下降的 而且是下降了28.3% 大中華區的營收數字呢 脫離亞太這個大區 單獨來計算 六個季度以來 已經是五個季度都在下跌 因此呢 現任的CEO罗斯德 他提早下台 他要在2023年離職 比他原定的任期結束的時間 早了三年 那反倒是現在亮眼的是中國的運動品牌 安踏 那麼安踏呢 在這個新疆年大亂的時候呢 大局的開始這個機會 拓展了中國市場 安踏表示呢 光是去年啊 2021上半年的收入呢 就比之前成長了56% 現在安踏已經成為中國第一大的 中國大陸的體育品牌 那麼再來呢 關心台海局勢之餘呢 其實很多人啊 最近都在關注 這是中國大陸在8月初 鎖台軍演之後呢 發布了最新的公告 也就是在8月26號到8月27號 明後這兩天 又會有福建的實彈演練 那麼解放軍呢 到時候也會出動無人機 到金門的列宇軍區 清楚的拍下了兩名國軍的戰崗照 那當時候呢 據傳這個照片呢 大家是兩名國軍是一臉疑惑 那麼甚至還對著這個無人機啊 丟兩顆石頭 好像是想要驅離這無人機 那麼另外呢 台灣的國防部是說啊 這應該是長鏡頭拍的 但也有人在懷疑 這個無人機到底是軍用 還是民用呢 解放軍無人機飛到金門列宇軍區 清楚拍下兩邊戰崗照 我國國軍看到無人機 第一時間反應居然是人石頭 金門軍事重地 卻遭到共軍無人機直擊 無論是兩兵哨兵的軍事裝備 或是一臉錯愕的表情 都拍得一清二楚 陸軍軍防部也證實照片是真的 不過強調這架無人機是從高空 使用長鏡頭拍攝 並非是靠近迎區 面對解放軍無人機靠近 我國國軍只能丟石頭驅離 專家建議是不是改變預算 填購無人機干擾槍 面對共軍頻繁軍演 仍在大陸出訪的國民黨副主席夏令妍 與大陸海協會會長張志軍參序 也表達台灣民眾對軍演的不滿 及農漁產品輸入遭阻 張志軍則回應 共軍軍演是遏制打擊台獨勢力 和未來干涉 不過解放軍動作 頻頻再一次實彈演練 福建莆田海事局發公告 本月26到27號晚間9點前 禁止船隻通行 福建沿海進行兩天實彈射擊 共軍第二艘航母山東艦 再赴南海實戰化演練 南部戰區空軍也組織多架戰機 高強度朝地面實彈射擊 射擊的目標是農田 與此同時東部戰區練兵備戰 展開新一輪實彈演練 炮彈擊中山坡和丘陵 被大陸網友封船 認為與台灣的地勢相似 台海局勢緊繃之際 也讓解放軍內行軍演 成為牽動兩岸的焦點 記者綜合報導 好 全球大學也需要你的按讚應援 謝謝我們的粉絲寶寶們 好 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無人機 在這個金門拍下的影片 那麼這個國軍對著這個無人機 丟這個石頭 只是現在大家在討論 這個無人機到底是軍用還是民用 這個差別就很多了 反正這支影片紅到了國外去的 然後很多人都在討論 歐美的網友說 你們不懂啦 這是美國賣給台灣的愛國者系統 還酸言酸語的說 這些石頭是洛克希德馬丁開發的 哇 每顆要6萬5千美金 等等的也有不少人 網友正面回應 他說可能是有命令 不許先開槍 那麼台灣的國防部是表示 大陸無人機的入侵目的 可能是要測試我方的反應 但是也沒說啊 這個無人機到底是民用還是軍用的呢 好 其次呢透過在社群上照片影片 是故意來塑造 我軍的扭曲形象 根據大陸的環球時報的報導呢 這個微博的熱門話題是一位網友說 這無人機是微博博主上傳的 也不是解放軍釋出的啊 那如果無人機是解放軍的 那這支影片是不太可能會發布到社群的網路 不過這個資訊呢 都還有待驗證 好 再來我們看怎麼會乾成這樣 這是哪裡呢 告訴各位 鵬羊湖河床都變草原了 大陸7月份開始持續的高溫啊 南方乾旱很嚴重 長江流域的水量銳減 導致鵬羊湖還有洞庭湖 兩大農業灌溉用水面積逐漸的在縮減 而且呢這個水位是持續的在降低 今天不知道怎麼搞的 今天好乾的 今天搞乾了 只要乾了一個半月至兩個月 本來是我們這裡的水是都關的 9月半 9月 現在不知道怎麼搞的 今天的話 這幾月半的乾了 這個好久好久沒見過這樣的事 一、二十年沒見過這樣的事 中國最大的淡水湖 鵬羊湖呢 提前一百多天進入了低枯水期 那麼湖面都均裂了 那大多時候呢 被淹在湖裡 就是畫面當中 我們看到空拍機拍到的 千年石島的洛興墩 也因為乾旱呢提早重見天日 而且你可以看到這根本已經不是湖了 你看到河床都變草原了 那麼中國大陸呢 最近的確的高溫影響 很多地方都有旱災 長江還有呢 鵬羊湖 洞庭湖的河流湖泊水位都在下滑 其中呢鵬羊湖就是最慘的 刷新1951年有紀錄以來 最早進入枯水期 低枯水期的紀錄 甚至有鵬羊湖的漁民還說呢 這是他住在附近20年來 第一次居然在湖上起車 不過也因為天氣的關係 創下了罕見43.9度的高溫 你知道嗎 既然熱大大閘蟹都有危機了 大閘蟹會不會吃不到呢 因為現在據說呢 陽城湖的水溫是37度 所以大閘蟹他就不適合他們生長 也不適合他們脫殼了 這該怎麼辦呢 大陸遭到熱浪侵襲 四川各地因為高溫導致乾旱 而主要電力80% 依靠水利的情況下 當地政府擠出限電政策 每天分區停電 至少7個小時 我看他們死 她說過哭 昨天的溫度太高 還說他們把力量剪掉 養殖業者對著鏡頭痛哭 因為養殖廠裡的雞 全因連續停電 曾遭高溫熱死 而農民也是苦不堪言 因為曝曬在連日下的玉米田 幾乎每根玉米都被曬到乾枯發黃 四川氣溫飆破43.9度 創下歷史性高溫 在限電的情況下 民眾游冷氣也開不了 老村民甚至爬進兩千多年的古墓群裡避暑 而另一批民眾則是晚上11點不回家 坐在橋上納涼 反正回家也沒電可用 我們看到直線滑走在完全暗中 燈光已經被曝光了 民眾還是頂在庫屬下做例行核酸檢測 地面列成蜘蛛網壯大陸60年一遇的高溫 大閘蟹恐怕減產眼看秋天就要到來 歷經五次脫殼的大閘蟹卻因為高溫無法脫殼成功 因為它的最佳生長水溫是25至30度 但陽城湖水溫已經飆破37度 面對這波熱浪帶來的影響 業者表示今年大閘蟹的產量比往年的50至60噸 恐怕下降不少 記者謝哈宇報導 你知道嗎 坡洋湖有縮小了這個湖體面積多少呢 從今年4月份還有4000平方公里縮水到 居然只剩下600平方公里不到 整個面積大減67% 坡洋湖整體上萎縮非常厲害 水面變窄了很多 同時這個水的顏色也從二季度的藍色 變成了淡黃色 在坡洋湖的北部 坡洋湖和長江的連接處 水面也明顯變窄 湖底露出 形成沙洲 整個北部由於湖面萎縮 湖頸甚至形成了像一條河 變得湖底露出 形成了沙洲 甚至在沙洲上都長出了綠色植被 另外有的小河呢 由於這個干涸 甚至到了斷牛的狀態 好 再來呢 同樣是在氣候變遷的議題上呢 土挖魯的外交部長柯菲 在接受采訪的時候呢 他就說土挖魯 他們面臨到 轉而承認北京的壓力 但是呢 同時啊 他其實提到的是 世界和平還有氣候變遷 他說這些議題啊 影響的全世界 都是需要中國大陸跟美國 共同來解決的 先前呢就有一個演講呢 就是他們在這個 淹水的地方 就是被海水啊 侵蝕原本的路面呢 來進行一場演講 要告訴全世界呢氣候暖化 海平面上升有多麼的嚴重 現在呢提到了氣候變遷的問題 也需要大國來共同解決 這也不全是中國的事 美國也應該要努力一點 我們不想要做任何事情 unplug change to China in fact we try to avoid them as much as possible but when we are confronted by them we're not afraid to speak our minds and to make us stand but having said that I think if we are truly serious about world peace and we are really serious about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then there really is no good guys and bad guys in how things are painted at the moment We need China on board We need the US on board To address issues that are affecting the world at large So that's something that we're also mindful of When we're approaching the geopolitics in the region We want China to be on board as well To address many of the issues that we're facing globally 好 再來最近有蠻多場軍演的 今天有記者就問到了 說大陸的軍隊最近要到俄羅斯去參加 東方2022的聯合軍事演習 他們針對這件事呢 大陸國防部的新聞發言人譚克菲表示 中方的陸空已經抵達了指定地區 中方陸空參員力量已到達指定地域 相繼完成兵力集結 野戰營區開設和現場勘察等 並陸續開展適應性飛行訓練 海上參員力量與俄界海上會合後 開展了通信等科目演練 中國軍隊附和參加東方2022演習 旨在深化與參演各國軍隊之間的 務實友好合作 提升參演各方戰略協作水平 增強共同應對多種安全威脅的能力 好 回到重點 這烏克蘭戰爭絲毫沒有停火的跡象 美國又在撒錢軍援了 這戰爭要打到什麼時候呢 中國的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呢 他就嗆下美國跟北約 平止在烏克蘭問題上拱火交遊 冷戰結束三十多年 北約一再通過 非但沒有讓歐洲更安全 反而埋下衝突的種子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 冷戰思維 零和博弈 早已過失 迷信軍事武力 謀求絕對安全 只會導致地區局勢輪番升級 不符合任何一方利 張軍表示呢 美國跟北約應該好好反省 他們自己的角色 把精力重點放到真正有利於 促進和平的事情上 而不是拱火交遊 對此呢 國際社會也要高度的警惕任何 有蓄意來挑釁啦 加劇分裂對抗的企圖 守護好全球戰略穩定 絕不允許世界滑向新冷戰 張軍也強調 事實就證明了 脫鉤鍛鍊 選邊站隊 都是要不得的 各國的經濟已經深度的融合了 少數國家呢 大肆的出台單邊制裁 還有長臂管轄 想要把經貿 科技 政治化 武器化 大搞脫鉤鍛鍊 小院高牆 要加劇發展中國家的民生困難 全球糧食能源還有金融安全 他說呢發展中國家 沒有責任為這個地緣衝突 跟大國的博弈來買單 應該有權力獨立自主 來決定自身的政策 不應該被強迫選邊站 好 烏克蘭獨立 31年紀念日當天也是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 屆滿6個月的時間了 現在的攻勢依舊猛烈 俄羅斯軍隊呢 以火箭彈擊中了 烏克蘭中部的一座火車站 造成了22人死亡 50人受傷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滿半年 但攻擊行動沒有停歇 烏克蘭獨立日當天 俄羅斯火箭彈襲擊 歐國中部的一座火車站 造成至少22個人死亡 50人受傷 炮火炸毀了一列火車的 四節車廂 現場景象慘不忍睹 烏克蘭迎來 第31次的獨立紀念日 基輔的市中心大道 也擺滿了俄軍的 報廢坦克 展現烏軍的戰機 許多孩子爬上了坦克 興奮的拍照留念 俄羅斯戰爭今年2月底 爆發至今 許多國家的路線 向烏克蘭提供軍事武器援助 美國總統拜登24號 宣布向烏克蘭 提供近30億美元 大約900億台幣的軍事援助 另外來自台灣的 無人機廠商也參與其中 台灣製造的 輪骨式投彈無人機 出售給波蘭 在由波蘭政府 轉手捐給烏克蘭軍隊 這一款無人機 配備了四個手臂 八個懸役 可以攜帶多達 8枚60毫米的破擊炮彈 最多可以在空中 停留20至40分鐘 烏克蘭也加緊攻擊 俄羅斯佔領的 克里米亞半島 烏軍猛烈飛彈封到島上的 薩基空軍基地 俄羅斯為了攔截烏克蘭飛彈 在島上部署了S400防空系統 沒想到一名俄羅斯旅客 穿著擁褲的流影 在社群網路上瘋船 竟然意外曝露了他的位置 無意間幫了烏克蘭大忙 四基輔撤出之後 近幾個月來 俄軍在烏克蘭的攻勢 幾乎沒有進展 俄羅斯國防部長表示 俄軍步調刻意趨緩 以避免更多平民傷亡 記者綜合報導 即將就要下台的英國首相 強森呢 你知道嗎 他有多愛去烏克蘭呢 他居然又驚喜的造訪了基輔 還跟澤倫斯基一同慶祝 首拿國花向日葵 澤倫斯基與第一夫人歐倫納 獨立紀念日這一天 悼念為國英勇犧牲的士兵 而強森在這一天驚喜造訪基輔 還不忘在英國首相官邸前 放滿向日葵和藍色繡球花 與烏克蘭藍黃色國旗相呼應 而強森也不止一次讚揚 烏國人民的勇敢 強森預計在兩周就即將卸任首相 防基輔之際送上高達19多億台幣的軍援大禮 加強烏克蘭軍隊追蹤和鎖定俄軍的能力 全力支持烏國必勝 我們首先為英國的朋友 會是向下向那些壓力 幫助商人 但也會提升我們的自己的供應 我相信我們這季後 我們將會強行的狀況 會強行 每週一月 會強行的狀況 普天的狀況會強行 他的支持率會低 这是强森今年第四度造访基辅 除了第一次 其余三次都是在俄乌战争开打后成行 比世界各国元首都多 最力挺乌克兰的领袖当之无愧 而泽伦斯基颁发给他乌克兰最高荣誉自由勋章 强森丢了首相部分原因其实与乌克兰有关 官邸放话的行为更掀起新一波争议 英国民众抱怨强森放任国内民生经济崩坏 只顾宣传与乌克兰的友好关系 而美国花旗也预估随着能源价格飙涨 英国通膨率恐将在明年1月触顶 飙升到18.6% 创下近半世纪以来新高 但强森尽管在英国不得民心 《每日邮报》却指出现任北约秘书长 史托腾伯格9月卸任后 强森有望成为北约秘书长考虑人选之一 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的其中选举倒数计时了 11月8号要登场了 拜登先前的民调一度惨跌 结果最近他推出了一大堆的经济政策法 民调好像稍微回升 不过拜登刚签了一个学代减免的计划 遭到了过半的共和党人谴责 认为这很像是买票法案 认为美国的经济只会加速的衰落 根据纽石的报道 其中选举逼近两党实力 不相上下 但共和党好像出现 原来看好大胜的声势 逐渐被逆转 大大比书零首饰 拜登首度公开表示 自己对FBI突袭搜索 川普的海湖庄园毫不知情 似乎在向外界暗示 民主党并非如川普所说 抄家是带有政治动机的竞选角职 拜登今天记者会重点宣布援助中低收入阶级家庭 拍板学贷减灭计划 拜登学贷计划 对现在2020年的竞选承诺 却也引发多数共和党员强烈反对 谴责这项政策是企图汇选选民 还会推身通膨 个人质疑联邦政府 是否有减免学贷的权限 我们在佛州州长得桑提斯 被视为可能取代前总统川普 角株下届大选的一大人物 路透最新公布民调显示 在民主党一系列立法胜利后 拜登的支持率正逐渐回升 有41%的美国民众表示 满意拜登的施政表现 但民众对于美国经济趋势 看法转趋悲观 至于即将迎来的11月8号其中选举 多数共和党人都积极希望国会变天 民主党人则面临通货膨胀 高油价等民意不满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预计 共和党夺回参议院控制权的机会是 一半一半 记者综合报导 大家为什么都在隧道里面走呢 因为发生了一尴尬的事件 这个是连接英法两国的海底隧道 结果火车行经时就抛锚了 导致数百名的旅客 受困在这个海底下 长达五个小时 旅客还得步行 走过这个备用的隧道 才可以搭上接驳车 有人形容整个好像灾难片 还有黎巴嫩的贝鲁特港口的骨仓 两年前大火爆炸 之后呢 闷烧了一个多月 又塌了 上百名旅客背着大包小包行李 排成长队往前走 有人带着小孩 还有人手上牵着宠物狗 不过他们正在穿越的 竟然是条海底隧道 大约400人困在海底下 至少五小时 最后步行十几分钟才终于重见天日 另外黎巴嫩贝鲁特港口的骨仓 两年前发生大爆炸 最后陆续传出倾斜局部倒塌 夏季高温之下 古物发酵自然 闷烧了一个多月 23号骨仓结构不堪破坏第三度倒塌 在港边扬起大片烟尘 火蛇迅速向上直窜 烧出了大型殉壮云 被驱舱体移为平地 事发后政府表示将开始研究 如何维护未倒塌的南区舱体 记者综合报道